世界上最贵的一张纸巾 只因为梅西用过 结果被拍出100万的天价 而且还是美金 网友们直呼 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 2021年8月8日 当人们都还在聚焦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之时 在诺坎普球场上 34岁的梅西正在开一场告别发布会 原本已经与巴萨谈妥许约协议 可就在林迁时 俱乐部突然反悔 梅西被巴萨无情地清醒 在发布会上 面对即将离开自己效力了21年的巴萨 梅西万般不舍 忍不住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妻子安东内拉随后为其递上了一张纸巾 梅西不仅用它擦拭过眼泪 还擦了一把自己的鼻涕 之后这张纸巾被一名西班牙体育记者捡到 谁也没有想到 仅仅5天后 这张梅西擦过眼泪和鼻涕的纸巾 竟然被放在了某拍卖平台上 起拍价100万美元 为了制造噱头 卖家称这张纸巾上有梅西的DNA 在未来可以克隆像他一样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要知道 1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可是690万 许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 在梅西夺得卡塔尔世界杯冠军之后 他的随身物品自然也跟着水涨团高 世界杯上那套梅西的落场球服 被好友阿归罗率先下手 阿归罗将球衣穿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 球裤穿到了自己身上 妻子安东内拉帕梅西将决赛落场的球鞋 也好心送出去 于是他提前来到那场将梅西的球鞋脱下 自己紧紧握在手中 保管着这双价值连城并带有梅西原味的球鞋 于是之后梅西只好穿着一双拖鞋到处溜达 可更惨的是 其中一只拖鞋还被跟在身后的德宝罗踩掉 最后被一名眼疾手快的阿根廷记者捡到 还高兴地举着这只拖鞋在场上留下了合影 不知道在多年之后 这只拖鞋又会被炒到什么程度呢 有道路